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我 是不是 谢谢 没有关系 你等一下再搅个280 想要更高的薪水吗 谢老师让你不再穷忙 还要教你防小人 一般来说你这个背靠的靠枕 你可以在里面摆放什么摆放所谓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做比较安稳 第二个背后感觉上 我们想说气场提升之后 会觉得比较背后有靠 我想现在办公室的同仁 应该有人在团购了吧 座位好坏影响你的办事效率 到底哪种座位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呢 而油店涨物价深 薪水却在原地动流 失业率更勾居不下 到底上班族要怎么保住饭碗 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呢 现在什么都涨 就只有薪水没有涨 然后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让我升官加薪 在公司职场最怕碰到就是小人 有时候就是辛辛苦苦自己做的工作 最后要领工的时候就被别人抢走 然后有坏事的时候别人就推来给你背黑锅 已经在公司这么多年了 每天工作这么的辛苦 到底要怎样子才能让上次看到我的努力 获得赏试呢 现在什么都涨了 就有薪水的薪水 我在想有薪水 才能让上次看到我的努力 获得赏试 92%的上班族相信 风水和事业息息相关 但是你够了解风水吗 老师被同事欺负 充满怨念吗 老板看不见你的努力 工作老师被打枪吗 无论是升职 加薪 防小人 今天一次帮你办到 但请先把工作压力放一旁 才能轻松学会职场上的生存之道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有朝一日 你也会成为国王人马 谢老师还要教你 怎么对老板头其所好 成为他肚子里的蛔虫 到了 这门蜜也太赞了吧 对啊 而且这一家真的是超有名的人力银行 只要你想找工作来这里准没错 因为我个人当初也是报名来这一间公司 找应征风水仙姑 所以我就应征到这个工作 怎么跟我一样呢 老师你也是来这里找的吧 对,我也是在这边找的 你是不是有名的吗 我们是做的也是 真的好 所以都在这边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你看看 是的 所以而且最近其实很多人 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 就会寄情于这边 对 是吧 你好 是吧 你好 是不是很多人来这里找工作 对 他就会直接找到一桌台就说 小姐我要工作 我要应征 真的哦 对 是应征本公司的工作 还是应征别的工作 本公司跟外面都有 对,你看这门没有多好 对啊,好亲切哦 对啊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对 我们两个是要被辞掉了 然后我们来 没有啦 我们要来看看人家 那个办公室的好风水啊 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那个上班族 他们也希望除了居家风水 可以改善之外 希望自己在那个职场上面 可以表现得很好 然后呢 很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升迁 而且说真的啦 找到一个好工作 就像找到一个永久的好饭碗一样 铁饭碗 真的 人力银行是你找饭碗的好朋友 纵事不定期提供职场资讯 而今天要更深入 请到总监何启胜 带我们一探上班族的必备风水 事实上呢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 因为呢 我们在人力银行的这个网络调查里头 有75%的上班族朋友 是工作的不愉快的 这么高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包括了薪水太低啊 然后呢 甚至于还有工作环境不理想 讲到薪水低 我们有将近七成的朋友 其实他一个月并不到四万块钱 七成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目前 上班族的一个现况 而且你看最近油店水各种都涨 所有的东西都还涨 那边怎么鲜奶也涨 然后面包也涨 所以今天特别老师来呢 就帮我们上班族的朋友 一起来解决一些工作上桌的难题 怎么样能够成为职场的精英 怎么样能够成为职场的A咖 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看这一集 然后在上班的人要特别注意 但是我觉得上班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同其所好 一定要知道老板的喜好是什么 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面 可能更顺利 或者是我一样是 一样大努力在工作 可是我的表现特别亮眼 或者老板特别注意到 看得到就对 所以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 我们老板的办公室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今天特别安排了一下 各位请老师一起 好 跟我来看一下我们总裁办公室 总裁办公室 来 来 三位请跟我一起来 这个是我们总裁的办公室 你们就是要这样推 对 而且景色就是要这么的宽广 对啊 这景色也太好了 好差点 没有 就真的很亮 而且你看那个风景真的很好 有远景啊对不对 而且至少看过去也没什么药灌杀 没有 我们想说风水的常识就是我背后要有靠山 所以我们后面是一个一大片的山寂 对 所以我不想到这个常识是不是很更确啊 我们比较老师 老师的加工 通常一般我们常常听到大家在说 左青龙右白虎 前珠雀后玄武 那么所谓的这个玄武指的就是 我们讲说像龟背一样的这个高山 那高山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在远在外面的这个外形的这个山 当然这个地方来说就会加分到 但是第二个呢 我们常见到的就是室内里头的格局里头 常会像背后要有背靠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十之八九会选择背后是墙壁 比较少选择背后是玻璃 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位置其实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左手边整个过来一路的动线 通常都是在他的左手一路出去到最外侧去 对 那么象征风水上面叫做生龙开口 就是龙边开口 那么金银万斗 所以也就是说做事情会特别的顺畅 所以因为老板的运势或是老板 他的这个办公室的风水就是整个公司的运势 对 所以如果说像老师讲的他选择背邮靠 他整个换过来 那他的龙边反而就没有那么顺畅 对 他的龙边反而被堵住了 反而变成他只能从右手边出来 那么这个在风水上面来说叫做白虎开口 死无路走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反过来这样做的时候 我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 遇到一些可能不顺利的地方 或者我明显知道问题在哪里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换过来 因为他这个座位的L型是这样子的 那就变成反而是不顺的 所以老师的指导是告诉我们练习前面的企业主 也就是我们的开门在左手边 对 动线上 动线上 因为他整个动线像一个S一样 很顺 对 其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把前面这个会客的部分 把它摆在前面 那我们刚才提到 左轻龙右白虎 钱叫做朱雀 朱雀是什么 就是指嘴巴 鸟会叫嘛 叽叽叽叽叽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会客说话 谈事情的地方 是好的 是好的 对 所以住办公室的 办公座位的前面朱雀的地方 只要是放在可以谈事情的 因为他们过得一个 好像小客厅接待的感觉 这个都是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走过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突然会感觉 跟那边是两个空间的区隔 很明显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外面接待 跟里面他主人坐的位置 内外分明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 就引这个区块的话 如果像那 比如说今天老板 或是启胜哥 要跟人家谈事情的时候 他应该要坐哪一位 那个位置最好的 好 十之八九的人 可能都会 第一个可能会看到 这个单位的周围 因为他就是单张的 然后可以转来转去 就觉得是老板 对 对对对 通常一般的人 可能会这么先这样选择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来说的话 我们是先选择背后有靠的位置 Bingo 又中了 我们总裁喜欢坐这个位置 真的假的 总裁喜欢坐位置 你想要干嘛 就是感觉到当总裁的位置 你已经是总裁了好不好 因为这边你看这样 大家坐起来 是不是感觉 好像大家就比较亲切 对因为启胜哥 你现在坐那边整个大背光 真的 对啊 所以说看我会不会看得不清楚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 这边是风步有吗 是 然后这边就很清楚 对 这边要非常清楚 Always这边不是主角的位置吗 如果你是老板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 可以谈事情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重点第一个在 你坐的位置 它的背后不要是动线 你看 它的背后刚好是可以走动的地方 第二个 你坐的位置 旁边不要有门 或者有这个所谓的路 是冲到你的 比如说 他在看这边的时候 他的会客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位置 刚好走出来动线 是切到他的 可是那我坐这边 那门走进来 动线也是切到我啊 你们有发现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第一个刚才提到 背后你是有靠的 对 而且这个位置就是看得清 有谁要进来 谁要出去 都可以看得很靠侧 对 发现到坐里面坐的位置也好 对里面的动线好 对外面的动线也好 通通坐在你的视线范围 真的耶 不是每个人都是老板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知道 老板在想些什么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从他办公室的摆设 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哦 你可以从老板的桌子 那么去观察 他的这个生活的形象 比如说 第一个 他的桌面非常地干净的 如果真的是非常干净 他有在使用的时候 比方他这个人做事情 比较一清二楚 做事情有条不问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桌面 就不能够太过杂乱 因为他是这样的人 他一定讨厌那个桌面 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对 那第二个 如果你发现他的东西呢 是一个一个 比如说很多的公文来 他每个公文 他是分开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这样子叠的时候 比方他这个做事情 很喜欢什么 调理分明 调理分明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一旦我要交任何的东西给他 或者我要跟他提案子的时候 你最好有企划书那么一条一条一条 最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他一看他就会非常透气索 他竟然有序 对对对对 就是他喜欢的那一东西 那如果老板桌上乱七八糟 对嘛 就是穿成团 然后跟他报告说咬兵啦 这样 讲真的有的主管或是有的长官 真的桌子很乱耶 对 其实如果老板的桌子 你发现他非常乱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老板他是比较随性的 通常呢他只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最大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挑重点跟他说 没错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比较随性的 我很讨厌员工就是啦滴啦渣的 所以跟你报告事情 如果讲二十分钟 如果讲两分钟 讲重点 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你坐上乱的时候 给员工一个那个 如果你刚好是在帮这个老板工作的话 你如果他坐上很乱 你想说今天我要得老板的宠 帮他整理一下 才蛮不扣 因为只有跟他自己知道的东西在哪 你整理完之后他跟我们都好 所以不能乱帮老板手 对不然的数字续杂理有条理 没错 很多人杂了 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例子呢 就是简简单单的 对 跟干净净的 所以也反映到我们的员工的桌上 要干嘛 当然就是要你要简单干净 那么保持这样子的话 那么老板第一个 他对你的信任度各方面就会提高 是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员工的桌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摆纸 这张帮我什么 我们开个晓会啊 听到帮我走 第三个 你叫老板吗 对啊 你一定要帮员工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子赶快去看员工桌上要怎么摆 要怎么弄对不对 这不能让老板听到 对啊 要不要先多多打个pass 叫大家先说一下 所以我跟启正哥说先忙他的 然后我们赶快去 好 因为我怕启正哥在大一会儿 然后同仁会有压力 那个启正哥其实我们好像有事 我们今天录影就在这边 我们会先放个午饭这样子 对 你会 自信我忙吗 好 要不然你先忙 谢谢 欢迎大家接下来 启正哥谢谢你拜访 启正哥谢谢 好 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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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谢谢 不是应该我们出去吗 我会 对 你看启正哥整个很随心 很急忙 因为我们实际到了 我们现在了解到老板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去帮助我们的员工 对 让大家的机会可以三千 三观发财 我们不是老板 所以办公桌的位置 无法任意挑选 到底坐在哪里容易离职 坐在哪又会犯小人呢 趁着主管何其胜不在时 我们偷偷告诉你 好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是总裁办公室 对啊 总裁副理 对啊 我跟你讲 大家向往这个办公室 但是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们也是要从小职员开始做起 对啊 说不定小职员 你如果在你的小空空里面 风水好的话 你一下就会坐到总裁办公室 一下吗 还是坐到总裁夫人 也是有可能的哦 对 如果你的风水好的话 对不对 一切平平顺顺 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些老师 看我们自己的座位上面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 或是放一些 所以今天要请老师来教我一下 那个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小的那个cubicle 对 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这个 生殖器官 生殖器官 生殖的契机跟观念 你的生殖不是我们的生殖 没有生殖 生殖 生殖位的生殖 好不好 那我们就赶快去看一下 在这边 我们讲这一排为例 对啊 这一排 老师就是 就是要怎么看啊 好 通常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在坐的位置上面 都希望说你能够坐得安护了 对 那么因此呢 有时候呢 可能我的坐的位置上面 那么有时候就会特别那么注意到 我的后面是不是可能是总大 可是通常这样子后面都一定会是总大 对啊 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有时候你感觉我在打电脑做什么的时候 我后面的这个同时 有没有可能看到我的位置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从现在在这边打的时候 没有看你坐后面 对啊 我们在这边 然后 然后你一直在偷看我的资料 嗯 然后就 不用了 番茄 没有 我只是适好 是想说 小真你要吃番茄吗 可是我无意当中我就看到你的那个机密的文件 可是老师没办法啊 对 通常就是这样啊 座位安排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怕说 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也许我们的同事 或者是其他的人 有没有可能在后面盯着我们 这电脑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桌上呢 可能摆放镜子 也许他是为了 照自己 照自己 可是有时候 照后面 对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就会变成说 我虽然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加分那么远贵 能够比较安稳 可是有时候就会造成旁边的人不安稳 他虽然很认真在工作 可是我们不小心看到他桌上有一个镜子 你有发现从镜子里面看到我两个吗 你有没有觉得我在镜子里面看到你吗 但你放镜子就是为了这样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放一个镜子 是镜照啊 他只是镜照 其实他这个角度一看就知道是没有照到后面同事 那我知道啊 老师如果你知道你这样讲话 那我在这一排整个贴上镜子 我这样好了 不管谁来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马上可以感受得到 对啊 因为他就还可以放他 我跟妳讲 然后你这一排都放寒羞草 只要有一个人走过来 寒羞草就 不要跟他说说说说 一直关 然后就一阵风就知道 有人要来 有小风吹草动 都可以感受 有的时候要上班搞成这样吗 没有 你是做多大事要访问这样 比较没安全感的人 搞不好会这样想啊 像我们看这边的这个镜子 可能看就照的角度 有没有发现 就是大家可能容易走进来的角度 你看 什么意思 这边镜子的时候 有时候他为了担心后面人 是不是在看我们的时候 真的 他有小镜子耶 所以你们放这镜子到底都是 你们放这镜子到底都是为了真的 像谢老师这样 还是说自己照而已 我看后面的人 我最新人掌刺到了 你好厉害 你知道我刚刚就是手机 你要去动他的镜子 我就被新人掌刺到 所以老师 如果想要防一些别人 一些手机的人偷你桌上的东西 放弃人掌 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有时候我们可能透过这样的 这个摆放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也许我可以看到 我想要看到的位置 那可以提醒我们 比较 我们讲说可能 小人遇到就会 机率就会比较低 可是呢 第二个重点是 千万不要对到我们后面 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同事 或其他的人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镜子照 大家都知道是反射性的嘛 对 因此被镜子照到的时候 容易坐不安稳 那有时候你坐得很冷的时候 刚好反射到后面的这个同事 有时候变成其他的同事 坐不安稳 对啊 其实就像刚刚那一排 那一排座位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离职 就是因为后面有镜子 你的工作压力大到 想要呐喊吗 镜子可以解决背后 有走到的问题 当然镜子摆得好 既安定心情又可以防小人 摆得不好 除了让同事心情浮躁之外 更是离职的重要原因哦 这一台大家会发现 怎么都没有人坐 其实他们本来有人坐 那坐不住 离职了 就离职 所以这一排他们后来 干脆不让员工坐在这里 所以后面这种镜子坐不住之外 还有什么会让你坐不住吗 好 第一个镜子当然它 基本上会让我们 是 对啊 不是错 那自己的问题真的去看医生 我们现在讲的是办公室的环境 当然坐立难安以外 其实最主要是上面的 我们如果头上有凉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其实很多人在办公室里头 觉得压力很大 头很重 然后觉得可能 那当然除了自己睡眠不好以外 其实你看 前面这边如果看得到柱子 那么回头看看另外一边 有没有相对应的柱子 这样就变得凉了 对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办公室都有坐天花板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有凉 但是老师教你走一看 这边有柱子对不对 然后你看最尾巴 这边 小正 你脚比较长 你过去 你看那边有柱子 所以为什么这一排 基本上压力最大 因为整个梁 你可以发现 它是完整的压在它的桌面上 还完整哦 对对对 非常的完整 第二个 背后又刚好直接镜子 那么对到它 那其实梁 它产生了压力 和背后的不安定感 最重要的是 除了梁会产生压力以外 还有第三个影响到的地方 什么 也就是如果我们坐的位置 在背后或左右 有通道的时候 也会让坐的人不安稳 所以像这一个 直接走过去 通道就是测试 对啊 像那走过去 就已经走到大厅了嘛 对不对 对啊 这个位置 是还没有进办公室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好像就是 好像在阴阳界的地方 就是好像在外面 好像又不是在办公室里 然后它又是办公室 对对对 所以你发现 前面这个地方 整个通道对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位置 是冲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 我这样坐的时候 我的背后又刚好是后面 这个门 对 还为大家进进出出的门 那么三大重要的影响 因素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一排的就全部都坐不住 所以现老师 你现在意思是说 那这一排就是整个要给它放弃 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嘛 因为这个位置 可是我觉得办公室 以如果老板来说的话 你如果是听到这样子 你就干脆把这一排改成什么 别的 衣帽间 或是什么 改成别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员工的话 你真的就是被派到这个地方怎么办 因为老板说叫你坐哪里就坐哪里 才刚刚来上班 你可以说不好意思老板 因为这个地方有走到后面有镜子 上面又有梁 我们又不能坐这里 对啊 他应该马上跟你说 你也不能跟老板讲说 老板你是没有看过风水有关系吗 对不对 你就立刻就是守路啦 如果你是员工 你真的不信 今天就是被派到这里 怎么办 怎么办 的确座位背后有镜子 有走到头上又有梁 会让人坐立不安 怪不得这一排离职率特别高 而办公室的座位 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 总不能向老板提出要求 换个地灵人节的位置 小心老板要你走路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风水上面有一种法宝 就是专门调整 坐不安稳的这个情况 有这个法宝 有吗 风天法宝 让座位稳如泰山 后无靠 不用急 谢老师让你四平八稳 那一般来说 你这个背靠的这个靠枕呢 你可以在里面摆放什么 摆放什么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 让我们坐比较安稳 第二个 背后感觉上 我们想说气场提升之后 会觉得比较背后有靠 我想现在办公室的同仁 应该有人在团购的吧 您家也有风水问题吗 请附上联络方式 传真至以上专线 或上未来官网 以及风水有关系粉丝团查询 我们就会帮你改善风水了 我们在风水上面有一种法宝 就是专门调整坐不安稳的这个情况 你这个法宝 有吗 而且专门喔 老师那我们过去交那一排了好了 好不好 那就以这一条来说好了 我们要该怎么防范呢 首先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 坐比较不安稳在通道上的问题 好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像我们就以现在这个地方来说 这两道到底哪一道的风水 比较差一点的 当然是我的背后面对的 背后是我们讲说 刚好是人家走来走去的位置的 可是这个背后就是要抓走去 可是重点是 所有人进出的主要的东西 是他视线上会看得到的 对 你以前也坐过办公室吗 你想 你坐在那边打安身 跟我坐在那边打安身 谁会比较先被发现 老板从那里走 我竟然已经看到了 老板从这边 所以你要听啊 你还听啊 所以他已经放镜子了 你不要再去玩了 就放这里啊 因为他一走过来 其实一出电梯就看到你了 对啊 你看你现在在干嘛 你要不要赶紧工作 不要赶紧想 他一直被我们打扰 因为我们在录影 所以老师 你说这一边的风水 那你如果以这边来说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让他能够坐得安稳 是 那么要坐得安稳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在座椅的下方 或者是背后 有时候常常会有什么 背后有一个所谓的靠枕 对不对 像这个 对 像这个靠枕 那一般来说 你这个背靠的这个靠枕呢 你可以在里面呢 摆放什么 摆放所谓的 五地前 你就放在里面吗 对 可以放在里面 有一些有拉链呢 可以替换的 对 那一般来说 像这个位置上就有 对 这位置上这种五地前的话呢 通常一般有时候 它也可以摆放在里面 或者是有时候 万一你的这个 没有放这个背靠的这个枕头的时候 怎么办呢 因为放在里面上太明显了 对 如果就像这个它没有任何领备 对 怎么办 因为放在里面上太明显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 可以选择放在椅子的下方 那么贴在椅子的下方 对 那么 老师那如果可以贴的话 那如果我贴在这一道的里面呢 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不要让大家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你有在做法这件事 反正它是一条的 你就贴在这里面 对 我想现在办公室的同样 应该有人在团购了吧 其实最主要的是 让我们做比较安稳 第二个背后感觉上 我们讲说气场提升之后 会觉得比较背后有靠 所以这样就会做得稳 再来也同时可以防小人吗 其实要第二个要提到防小人 当然这个首先是 让我能够比较安稳不受影响 但是要这个所谓的防小人的话 用仙人掌呢 是比较容易让别人一看就看得到 所以我会建议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用隐藏式的化解小人的方式 什么时候 隐藏式 就是硬个有那个仙人掌的T恤穿在身上 是不是 这样会让他觉得你很有刺啊 你这个人怎么带刺 是不是 对 像那位同事他很明显的 就是会让他觉得说 他就有在防小人啊 你看他很明显 请问你在办公室的人员好吗 还不错啊 那你当初想放仙人掌的原因是 还是怕会被小人引导啊 因为仙人掌是360度立体 对 因此有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第一个当然讲说 别人可能会被刺到 我在工作中 我不相信也可能碰到我自己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反过来讲 也许从某个角度 我们觉得别人可能是我们的小人 可是在别人来看 你一放那个 对 别人心里 还是小人 对 别人心里会这么小 所以他不是故意的 就不小心的 首先我们可以选择 在左边抽屉的 第一格抽屉下方 那么摆放一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格抽屉下方 老师 所以他仙人掌 是应该要放在这里面吗 仙人掌 仙人掌应该就是不要了 大家都知道 百姓人掌是防小人的 但显得刻意 老师马上教你 不被同事侧目的暗中 第一个呢 首先我们可以摆放出一个 啤酒吗 是 那你有吗 你有在喝吗 其实啤酒可以喝 你放这 老板更生气吧 那要退冰哦 为什么要退冰 因为你这样子会死掉 对 要退冰 这头刚才没得办冰啊 好啊 为什么退冰 其实 其实 其实啤酒喝完以后 那个啤酒可以把它剪一下 就是要那个啤酒的样子 对其实就是要麒麟的样子 只要有麒麟样子的东西都可以 你说真的啤酒喝完 我可以把它麒麟 老师你说真的假的 只要有形就好 可是你要做效果 你怎么被江维忠影响了 不是 因为老师如果讲这个 从啤酒罐上面 把它麒麟剪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很省事 对啊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那老师你有搜索 那个可以用来看吗 我放好 我放老师的T恤里 好 其实 老师你有搜索吗 其实第一个就是 我们看看这样的抽屉 也是你必须抽屉打开 第一个要保持的时候 要干净 干净对 第二个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有摆麒麟类的 这个东西的物品 对 因为它是一个芹 它这是玉嘛 对不对 对 但我们不一定要买玉吧 其实玉也好 铜也好 然后或者木雕也好 陶瓷也好 基本上麒麟来说 在古代是正义之寿 所以不是啤酒 大家不要误会了 夹屎 假如我们今天 这是很干净的 老师 那它如果有这个的话 我是要放在这上面 还是要放在这上面 其实都可以 只要你的上面 不要有东西在压着它 不能再压住麒麟就对 它就放最上面 对啊 换一个角度来讲 麒麟是神兽 你当然不会再把重的东西 压在它的身上 不会把链子拔在身上 职场上最怕遭逢案件 明明劳心劳力的付诸心血 却在最后一刻被同事邀功 这时你不用再选择沉默 只要在左边的第一个抽屉 摆放麒麟 就能够将小人打入阿比地狱 麒麟除了这个功效以外呢 它有第二个功效 它除了守护 它可以守财 也就是可以帮主人招财 那在公司里头呢 其实要招财 当然我们这一讲从 也许在外面其他的工作 可能有其他的外物 可是在公司里头代表什么呢 加薪 对 代表生殖 对啊 佳心 佳心 对 BONUS 业绩好 对 总都是 这很好耶 所以它是属于正面的招 正才的一个神授 好 今天我们一直打扰人家上班 也算结一个原因啦 那这个就送你了好不好 算了 说送太熟悉了 交换好了 交换好不好 那你就拿三百八跟我交换 那就是 没有啦 送你了 现在做声音以后 送给你啦 你记得 你也记得怎么放吗 老师放这边真的有用吗 你看 放这边就放错 怎么 为什么 老师刚刚就跟你讲 就是放这里啦 为什么 你有什么疑问吗 那如果这个我都没来使用 还是有用吗 一般观众朋友要特别记得 就是我们通常 桌子的左边跟右边 有什么不同 通常你的左手掌握的是权力 所以对于升官 那么这种一步一步的 加薪的方式来说的话 放在左手边的位置是最好的 所以左边主伸直能力 对 升职能力 你这样升职能力你怎么懂啊 那通常右手边呢 主要的是掌握是财富 所以说我是做生意的人 那么才会把主要招财东西 放在你的右手边 所以它是 就是说捧人家饭碗的 在人家公司上班的 他就是要以左边的抽屉为主 因为它是掌管升职 那如果是老板的话 老板自己做生意 我们自己开枕所开店的 就以右边的抽屉为主 对 所以它这个要讲清楚 这很重要 对 而且基本上不管你抽屉 有用或者没有用 有心就有上 有心就有上 那么所以同样的 你只要摆放在对的位置上 它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功能 它是不是应该把这边 左边的抽屉整个 重新清干净 然后把它自己的东西搬过来 其实我会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重点是当我们的桌面 那或者是抽屉以后 那其实你整理得干不干净 那其实跟我们工作的方式 跟工作的能力上面 让人家直接感觉上是有关系的 因此如果你把它整理好以后 那么再摆放 效果就更好 所以这样懂了吗 就是你左边代表你的生殖能 你生殖能力要动 好不好 你要赶快把它切成的东西 你要会生 你要会生 对 要生产力 对 他就跟你结缘了 好不好 对 新人长刚刚拿去丢了 但是我问你小问题 像我们家里进门斜45度 就斜45度假如是财位 那公司要怎么办 你是这样看 其实公司这个 随着名财位的位置也是香港的 那我问你 对 考你 公司财位在哪 保险箱在哪 应该是那边吧 是吗 因为他们最赚钱 是哦 那边最赚钱 到底是哪种财位 钱赚都赚不完的 甚至加薪就靠这一招 如果我们不想瞎忙 我们都会建议你要摆放一些 可以招财的物品 你可以摆放像这一类的 可以招财的物品 可以放在你右手边的 抽屉的第一格的位置 你一架在拌我 素食 谢谢 你是不是啊 没有关系啊 你等一下再缴个两百八来吧 像我们家里啊 进门斜45度 就斜45度角是财位 那公司要哪 你是这样看吗 其实公司这个 随着名财位的位置也是香港的 那我问你 对 考你 公司财位在哪 保险江在哪 应该就是编吧 是吗 因为他们最赚钱啊 是哦 那边最赚钱 你都没拍到他表情 他有多吃味你知道吗 你说财位在哪 是在那边吧 我说为什么 那边最赚钱啊 真的 最赚钱啊 到底有多赚钱 而且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 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从这边 调到那边算是生殖吗 应该是吧 而且他在上面耶 他就往上升了 你看 他都想坐到上面啊 他想往上走 是啊 世人都要往上爬 你把麒麟放一阵子 说不定我们下次来 你就坐在上面 好不好 加油 公司也有名财位 到底坐在公司的什么方位 可以帮自己赚更多钱呢 而不是坐到财位的人 又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本公司的荣誉殿堂呢 就在这里 好像能在这一区块上班的 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荣幸 特别开心 而且这里业绩最好 而且其实这边放眼望去 整个公司竞输在眼底啊 对啊 看了一惊二楚耶 就是下面的整个状况 完全就是一个摇滚区啊 我们来问一下好了 我们来问一下 各位 你好 我们刚刚有经过那个 底下的元宫指出 你们这一区 你们这一区 好像是整个公司的地方 没有啦 就大概就 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还这么牵势 你看一看 老师为什么他们这区特别好 好 首先我们看看 以这个电梯大门进来的这个地方 最内侧的一个明显的这个对角 就是在最里面这个位置 对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 他们居然放植碗 这个也算是饭碗吗 当然基本上那一区 你说在台湾放饭碗 我们大家就有饭碗吗 对啊 台湾放饭碗 那你要不要放铁的会更有用 老师真的吗 真的有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基本上来说 它跟这个材味 其实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材味一样 你摆的东西是不是 跟你的工作相互关系 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第二个是进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隔成柜子隔得好奇怪 为什么会在这里来隔呢 对 其实一般来说应该通常这个地方 比较会像窗户之类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它把它挡起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 超大L型材料 对 而且非常的完整工整 这么大一个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从这里看过去 你没有发现 基本上办公室任何一个地方 几乎是没有死角 是女士间 通常一般来说 办公室重点在规划 规划也就是你要把这个材位的位置 放到可能我比较容易赚钱的一些部门 或者这些人员 然后第二个是比如说旺方 比如说如果我的公司是人家来领款 来跟我领款的话 我就不会把我的这个会计 可能放到旺方 我可能会把其他工作的人员 放在旺方 可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这个部分 旺方还是万方 我现在有万方 还要去万方好远 因为旺方如果是 就是我们讲说 就是人气兴旺聚集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等于是业务人员 是要收款的 或是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让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人气就会越玩越晚 我懂了 我懂了 会计不能坐在材位 因为钱就一直出去 它可以坐在像这样的角落的材位 是收钱的位置的话 就没有问题 可是会计有时候也要 那个啊 拨账款啊 就像这样讲 像我们电视台啊 就是业务一定要在旺方 那谁在暖暖 节目部在暖暖 节目部因为一直在花钱 因为我们要支出啊什么 所以我们节目部一定会分配到 那个位置比较不好的 然后只要是好的位置 都就是旺方就是给财务部 真的啦 就是老师这样讲的有道理 所以其实有时候包括你可能说 你说文昌 文昌那部分就要给怎么样 用头脑要气化的一些单位 或人员去做 那你不能把文昌这类的位置 你放给比如说业务人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很 也要很小心 你的业务人员当然会帮你赚钱 可是他也很容易A钱 你旁边那个刚刚抖了一下 好像有被老师插一刀 你刚刚好像被用那个刀拔起来 怎么 套机要做好大一把刀 好啦所以老师这个才会当然得了很多分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角落 也就是在楼梯上来的一个上来的位置 这也就是摇滚区啊 对啊 而且其实 你看这个最衰 而且我跟你讲 连哪个客人从那个电梯进来 我这里一览无遗耶 真的耶 所以这边老师你意思说 我们没事就是把电脑搬在这里 打是不是 是这里有Wi-Fi是不是 网卡 那它怎么处理 其实基本上来说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在上面就是高人一等 也就是即使我不是主管 你会发现你每个位置都可以掌握得到 对 感觉上你就是 感觉上就是升了一级 那么这样你如果可以选到这样的位置来做 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办法 你会发现如果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基本上就算后面坐的明明就不是主管 可是你都会觉得好像 是啊 你看像比如说我下去好了 我不管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打一打就 或是我真的已经是主管 坐在这个位置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 你在那边 你想譬如说什么挖个屁股 挖个鼻孔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挖屁股你会到厕所 对 没有说真的不方便 就是卡倒 你拉一下 你都会被我看到 你看 就被刚刚那个看到了 对啊 而且这个不管在这边在这边 这边的位置都会变成 每个人都会看得到他的背后 可是他这边有加百叶床 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担心让这边的人 可能坐比较坐不住的时候 可以用这一种类似比如说百叶窗 或者比较不透明的设计 这样子的时候呢 才可以改善两边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说我一直是个员工 我跟你一样 我可能领还比你少的钱 可是我坐在这里 我看你就是看不起你 我怎么会这样 好狗眼看人家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我只是在喝水哦 那喝人家水 可是老师照理来说 我这样子盆口里 看得到他的东西啊 所以 你不是要伸多长啊你 不要再逞强了 我这里就是比较高 如果坐在旺方 最能帮公司赚钱 薪水也加得越快 但不是坐在这里的人 难道直逞人生都是黑白的吗 接下来老师将帮你扭转腿势 如果第一个 你说是做跟这个业务有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首先你看看 可以考虑看 你的位置是不是在比较靠近 整个办公室的前端 靠近外面的一个位置 什么意思 靠近办公室 对对对对 你会发现这样 这个就是比较靠近马路 那么前面这边也靠近马路 靠近马路啊 对对对 他出去比较快吗 我这么敢吗 他要去谈业务啊 其实一般来说 公司的前段 也就是靠近马路边的位置来说 他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会比较勤奋 比较认真 那么交给业务来做的时候 你的业务才会积极 那么比较容易帮你赚到钱 你看以他来说 大家已经吃饭在午休了 他还在工作 而且他整个点头入导 所以是这个位置造成他 一直不断地想努力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发现这样的位置来说 他就会很想努力 那第二个人来说的话 那你是不是想停止 然后停不了是不是 是不是 你很想休息 可是却停不了 你是不是走到那边 你扭顿的时候就不行 我要把工作做完 然后就走了 就一直事情做不完怎么办 如果我们不想瞎忙 我们都会建议 你要摆放一些 可以招财的物品 那么其实这样子 櫻桃小丸子 太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一定要选 因为我每次都看到 大家办公桌上 放了非常多有的没有的东西 那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放 有一些东西你要避免 他有放金元宝 金元宝 其实像是有不错的征兆 因为它是一个好的象征 这是代表我们可能摆放人 他其实他心里头就有比较积极的项目 要钱 对 要钱 要赚钱 要赚钱 好 那老师你赶快教我们要放什么 当然基本上 如果你摆放一些像这种好玩的物品的话 其实那就是其次 但是如果你可以摆放像皮修这一类的 可以招财的物品的话 那皮修要放哪里会比较好 对 因为你刚刚启琳是说 左边的第一个抽屉 最上面 那皮修呢 皮修要怎么放 皮修呢 就会放在桌面上的右手边 或者是可以放在你右手边的抽屉的 第一个位置 也是第一个 对 因为你右手边桌子已经太多东西了 所以也是放在这边 对 但如果它平常枕头就放在这的话 也是要压在枕头上吗 对啊 它就要睡在枕头上 所以就是会这样 我能给你皮修了一个枕头 可以睡 你滑滑 舒适 谢谢 他就直接吸血了 他已经没有想要滑倒 没有关系 你等一下再缴个280来 这个呢 基本上如果是属于这一种 比如说元宝型的东西的话 就要放在桌面上 元宝要放在桌面上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跟招财的物品 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所谓的皮修护轻 他招是招财 那元宝本身没有招财 它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就跟我们的精神标语一样 有时候看到这个 你就会想到 我要积极 我要努力 那其实除了看得到的 这种元宝型以外 我可以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准备什么 准备12个铜板 1块吗 其实你用5块或10块 一块都可以 那么12 你看他真的很积极 讲什么都做什么 我跟你讲 他这个位置使然 它就是这个风水是让它停不下 它就是要很快的转 而且你看 你仔细看 你来看 你看他脸回纹真的整理多整 对 古毛个性 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完 然后一定会把自己压迫的痕迹 12个铜板 然后呢 12个铜板 基本上观众朋友 可以用这个所谓家里的这个 这个水的水 那么把它煮开 放在水里头把它煮开 要煮开 对 煮开之后 这个水不要倒掉哦 煮开之后 你大概过五分钟就要放 喝下去 不行 不行 这个水放在你家里头 或者桌面的这个柴位上 桌面上面 它叫做柴水 那么这12个铜板 你把它擦干了以后呢 可以放在红包带里头 直接放在你的右手边的 第一个抽屉头 就是 皮胸下面吗 其实就放在皮胸 它的下面或旁边 那么基本上叫做 招财前模 老师呢 它像比如说拿出12个 它是拿两个54个10块 三个5块 这是不规则 这样可以吗 其实一般来说 大部分这个水的前模 它没有金额或者是面额的大小 但是基本上它会 可能会取数字的一个谐音 168 你最好加一加是还蛮幸运的数字 对 就放168嘛 或是168或是68都可以 反正你自己凑就对了 然后有吉利一点的数字 其实这个位置虽然它们业绩很好 好像雨声居来的好风水 但事实上也都经过 它们很认真的大用和努力 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对不对 一定有此努力才会有成果 回去要煮哦 好 来 不要烫到什么 老师,要烹饭 猪鼻啦,你看诚实这人 好乖哦 对啊 因为我刚刚讲说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他现在要筹钱去买了啦 好啦 我们今天也教了很多 就是帮大家办公室如何摆设 然后帮助自己也帮助老板 因为帮助老板 就等于帮助你 没错 公司赚钱就等于你赚钱 对不对 公司赚钱 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投资有好的奖资 今天其实我们也介绍了 两个上班族的好朋友 一个是五个 第一...三个,两... 三个好看 我怎么设斗会这么口水 三个,一个是五弟前女 然后放在椅背后面 或是你的靠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皮球 皮球 皮球你可以放在你的右边 对 第一个抽屉 我想讲皮彩球吗 皮球 皮球 是要放在你的右手边的抽屉 第一个抽屉里面 然后记得要放在所有东西的上面 然后如果是 洗淋 的话就要放在左手边 第一个抽屉的所有东西的上面 那记得 不管你放什么 你的桌面都要保持整齐 干净 干净 然后仙人掌拿走 拜拜 拜拜 你现在投影最不错 谢谢大家